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歡迎大家收看 《看你有多久》 今天我們很開心請到 綠色達人Eric 跟我們分享一下 他對於環保的獨有心得 誰知還會分享 將盛菜變為染料 然後染出精美布製品的過程 我叫Eric 中文名是張俊能 在大學時期已經對廚餘問題深感興趣的Eric 畢業後投身了染布的工作 究竟他是怎樣發現到把廚餘用來做染料的呢 就是有一次吃飯的時候 不小心被咖喱弄髒了件衣服 然後就發覺整體都洗不掉 既然他可以弄髒了我的衣服 即是可以染色 不如就嘗試研究一下 究竟食物或廚餘剩餘的食材 可否做到一個顏色 去取代我們一些平時化工的染料 眼前一件件這麼漂亮的衣服 你有沒有想過是用廚餘染出來的呢 大家看看多漂亮 今天和你們一起做一個 最傳統日式的麻葉夾髮 我還用木板 去到一塊布的邊邊 我們先拿一塊木板 一塊角對著角 然後這裡剛好同一塊布的水平 利用這個三角形 將布跟著形狀去摺疊 再用夾夾緊 就可以拿去染的了 做橙皮染料的步驟很簡單 把橙皮打碎 然後我們煮完之後 它一收水 就會慢慢的顏色越煮越深色 隔起這個渣 顏色全都出來了 我們就可以用它來染布了 現在將這塊蛋紙 就進去 究竟它要浸多久呢 好了我們已經浸了這個蛋紙 15分鐘了 我們一起來看看有什麼效果 今天就交給你們了 Eric經過五年的努力 成功獲得米蘭細博的邀請 探討香港的廚餘問題 和糧食情況 Eric亦都表示他所做的事 在世界上得到大家的關注 已經覺得很開心 和很欣慰 Eric平時 他都會想一些解決方法 去幫助舒緩地球上的問題 哪怕是香港一個小小的社區 但自己就很少考慮到這方面的問題 所以自己都要努力一點 學習Eric對環保的一些處理方式 所以他就給九個Green Eric